小辉 我不是来找对象的 但是我也想聊聊 我的这个择偶标准 我要跟一个人结婚之前 就一定要跟他看一场演唱会 一定要看一场演唱会 前一段时间 我去看了一场 五月天的演唱会 我好不容易啊 买了一张第二排的票 我就觉得我就要拥有五月天了 结果去了一看 第一排那个大哥有一米九 一整晚都不好玩在那看 拿一个手机在那里拍拍拍 我跟你们说 你们有机会 一定要体验一下 第一排的演唱会 视角真的非常好 这是我看了一晚上 大哥手机发现的 而且本来啊 那个大哥只能挡住一个人 但是他好死不死地 蹚了个头 一下挡住三个人 我那天晚上就一个想法 得亏五月天 有五个人 大哥还带自己老婆去的 他一晚上在那拍演唱会 老婆拍他拍演唱会 哎呦一边拍还一边撒娇呢 哎呀亲爱的 你这个头一千块钱烫的 可真好看呀 我想那就对了 我这张票一千六 有一千就是看这颗头 剩下六百 我就看了个二月天 但是我觉得啊 如果有人跟我求婚 千万不要在演唱会求婚 真的 你说我听你说还是听他唱呀 你要不爱听上后面站着去 别影响我听 你一个人耽误两分钟 全唱几万人 我感觉我这辈子的演唱会 都被你耽误了 而且就那种场合 我真的很难说服我自己 说我最喜欢的人 是你 就工作了以后 我都开始相亲了 主要是因为我们汽车行业 你们可能不太了解 这几年不太景气 就我们这种技术员 也有销售压力 我每次去相亲 第一句话就问 你有车吗 他说没有 我说太好了 给你介绍这款产品 他说我领导都不相信 就是我相亲的时候 还这么敬业 因为我领导在婚姻中 没有体会过那种 被欺骗的感觉 在我这儿体会到 就以前吧 我兼职做脱口秀 他们都不知道 我就是开会的时候 偷偷写段子 太刺激了 后来他知道了 就找我谈话 他跟我说 你这个脱口秀 多久了 我说两年多吧 他说两年多 就是全公司都在搞 新车项目的时候 你再搞脱口秀 我说领导 我这个脱口秀 只是玩玩而已 我心里只有咱们公司 他说你太让我失望了 我面试的时候 怎么没发现 你是这种人 说完要看我 上个月的业绩考核表 我当时就生气了 我说你不相信我 一份工作最重要的 就是互相信任 你这种行为 已经打破了这种信任 而且我觉得 他有点不懂事了 我不过是犯了一个 所有普通员工 都可能犯的错误 找了个兼职嘛 搞得这么兴师动众的 我当时很生气 我就像个渣男一样 跟他说 我说我累了 我说你冷静一下 咱俩再聊 从那以后 我就明显感觉到 他对我起了戒心 就首先 他把我的工位 调到了他旁边 就方便每天监督我 然后那个工位吧 他上面挂了一个牌子 写了几个字 叫公司不养闲人 现在疫情期间 我们用那个隔板 把工位都隔开了 然后我领导每天在那里 假装伸懒腰 工作呢 不容易啊 我真的很想跟他说 如果你只活在过去 咱俩没法拥有 更好的未来 然后我说 坐在那我就抱怨 工资好少啊 我领导就说 现在想起来 自己还有一份全职工作了 脱口秀不挣钱啊 还是脱口秀好 我每次去演出的时候 他们都关心我 你领导最近没有找你麻烦吧 你这么好的员工 他都不知道珍惜 我真的不希望你们 因为脱口秀 吵架 我不是不想结婚 我是觉得我应该 在我最好的年纪结婚 就是我54岁的时候 退休的前一年 那一年我有工作 但是不用干活 有资产 但是不用还贷款 那个时候去相亲 我的要求应该非常明晰啊 年轻的 帅哥 对吧 那个时候我也会单刀直入 问他 有车吗 没有 太好了 有阿姨 你不用再努力了 谢谢大家 小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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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